我幫他剪了兩個剩雙包容縫胎 多狼性暖胎症狀群 你會問說是不是比較容易多胞胎 我們剛才聯繫三個案例都多狼性暖胎 的確 多狼性暖胎症狀群 因為它卵子多 那卵子多你取了很多卵子之後 我們會就有很多選擇度 你可以選擇最好的胚胎 雖然現在法規是說只能放四個胚胎 可是我們會去挑最漂亮 品質最好的胚胎 那這樣相對而言它的成功率就會高 成功率會高 同時多狼性暖胎症狀群 它的AMH會很高 那如果說最近的研究統計發現 多狼性暖胎症狀群做不應症治療 它的那種抗苗素抗體 就是AMH如果超過7.8 它的成功 做四管癮的成功率是最高 那多狼性暖胎症狀群只要一抽血 這個值都很高 我碰到一個我們驗最高的是44.2 那多狼性暖胎症狀群 它取卵數既然多 自然而然它就有機會會拿到 很多好的佩戴方的子宮 那相較而言 也是一個很奇怪的現象 就是多狼性暖胎症狀群 取卵數它的瘦肌會比較低 不曉得為什麼 那所以我還是強調一點 多狼性暖胎症狀群 你如果說要做人工受精或四管癮之前 先把體脂安頓好 是 運動也好 脸蜂蜜也好 艾頭疼也好 總之先把你的體脂調好之後 可以少掉很多 不能說少掉卵巢 過度刺激 症狀 腹水這些的風險 但是可以少掉非常多流產的一個命運 因為如果說四胞胎五胞胎你流產 OK 那還有剩下 但是如果說你一胞胎流產就 就沒有了 對 是 所以這個也是要注意的地方 對 好 我們再來看下一個故事 那這個案例是從台北下來招 我做四管癮兒的 非常奇怪的一點就是說 在他們先生 先生就是 他是一個 因為雙面都有因素 但是年紀有點大的一個不應症 那這個故事所呈現的兩個意義 第一個就是說高齡 年紀有點大 那第二個就是說 他們是他先上網之後才發現說 我們醫院可以幫他們 處理他們的問題 我必須要澄清一點就是說 有一些不應症的問題 並非每一家醫院都可以幫你解解 有些不應症中心他們並沒有提供 一些不應症的治療的方案 那我們就我們醫院來講是 都有啦 包括冷凍精子的冷凍卵子 或者是說包括精子銀行 包括卵子借卵子的卵子銀行 都有 那所以但是你必須 今天如果說 你因為特殊因素 你必須要特殊的醫療 那你可能要先撥個電話說 尋問看看 這家醫療院的時候 有沒有辦法提供這個服務 那現在網際網路這麼發達 那他們就上網 就得知我們醫院 可以幫他們解決他們的問題 所以我們就幫他處理了 是 那他們也順利是那一個男寶寶 所以一樣也是跨限制 跨過別的限制來求醫的 我印象中是很北邊的一個限制 那所以這裡提出這個案例的一點就是說 你如果說你的情況在你的所記住的縣市 告訴你說說你必須要用某種醫療 而這個醫療實在是 這家醫療沒有辦法提供的話 怎麼辦呢 你必須要去國民健康局上網 或者是台灣甚至一些會上網看 台灣有哪一些四管嬰兒中心 可以提供你的這項服務 那這個服務 如果有的話你一定要打電話 或上網去確認有的話才夠 不然的話你會白跑一趟 那你跨限制的話 怕會白跑一趟 對 那因為它的情況非常特殊 那我必須要強調一點就是說 不是每一家四管嬰兒中心 都能夠提供所有是不孕症治療的方案 有些是不提供的 是 所以每一家的這個不孕症的這個中心 服務項目不完全一樣的 那這一點要特別的來提醒 那你說奇怪 那聽起來從故事講到現在好像很多 要嘛就是不同的國 別的國家來的 要嘛是不同的別的縣市來的 來找你的 好像這是不孕症治療 是一個常態嗎 不一定 就是看這一家四管嬰兒中心的實力 懷孕率 還有它能夠提供的 它服務的項目 就是說 比方說好了 一夜份就有一個要從澳洲來找偶的 他就是要來尋求第四代四管嬰兒的 那這種也許在他們澳洲沒有最方面的服務 或者是說他覺得這個第四代服務 他不想在澳洲做 他可能就跑過跨過你知道澳洲到台灣 我們起碼要做會計要八小時 就從澳洲來我們醫院來尋求這樣的醫療服務 所以在網際網路這麼發達的時代 你去跑到別的國家 然後跑到別的縣市去尋求一個 你確定說這家醫學中心 或這家四管嬰兒中心可以幫你 處理你的問題的 就其實還蠻 在我們的經驗是還蠻常見的 是 好 我們再來看接下來的故事 其實這對雙胞胎 就是剛剛坐在硬核車那兩個寶貝 我說過就是說 很罕見的一個是子宮裡面有結合菌 那我看起來好像一對龍紅胎 其實這兩個都是妹妹 兩個都是妹妹 雙胞胎剪下來的 那兩個都 那時候可能海小都還在吃著 都含著那個奶嘴 奶嘴 對 那這對子宮有結合菌 或者是說子宮有過感染 哪怕是披靜 哪怕是像臨病 或者是這些容易引起不應症的菌種 那它可能會造成你疏乱管阻塞 那結合病呢 它其實比較常去的位置 是卵巢跟疏乱管 很少到子宮 所以我在跟我的一些其他醫師 其實在台灣的時候他們也覺得很 覺得很罕見 因為 而且一般人就結合菌 因為想說可能會結合 其實結合菌 少數人會跑到別的地方去 那像這個是我遇到第一個案例 證實有其合菌之後 還能夠做事管應 對對對 所以這個是一個非常難能可貴罕見的案例 一個案例 好 接下來我們還有案例嗎 我們再繼續來看 好 還有故事嗎 我們來看一下 那所以我們說 這是 那這是一個三胞胎的樣子 這裡有紅色條紋 一二三一次排開 這三個一樣大小 這是三胞胎 那我會把這三胞胎拿出來這裡討論 就是說 他們一樣 做事管應偶也是 都要去拿這個東西 然後做完的時候積水 他的公公 一個鄉下可能是淨產的 來找我很生氣 為什麼做事管應偶的媳婦 把我做成這個樣子 我就說我們在做之前 我就跟你講這個有可能 因為你的媳婦的體質比較特殊 是 那後來證實三胞胎之後 他們才 比較安心一點 但是 我們當時就跟他講 你要減胎喔 他們 聽到減胎就是 不要 就一口回解 也不是說 要多生幾個 他們就是 不想再多一道 醫療的冒險去減胎 對 那一口氣就生下來這三胞胎 不過 三胞胎堅持生下來的 我們醫院是有好幾個家庭 但是 比較少有像這對夫妻 根本就連 考慮都不考慮 完全都不聽我解釋 他就說減胎不要 不要跟我解釋了 就是要生三個都生下來 是 我們連跟他解釋說 你三胞胎 有可能三個會全部流產 三個全部都沒有辦法存活的激勵 都沒有空間解釋 也沒有時間讓我們解釋 就是比較 比較執著於生三個的 是 不過我還是要呼籲三胞胎其實 我遇過 叫我自己處理的個案 那做三胞胎建議他減胎 他不要 然後三個在二十幾週的時候 全部流出來 全部沒有辦法得到 任何一個的一個 不好的一個回憶 所以三胞胎建議 還是要嘛 減一個雙胞胎 因為雙 兩胞胎跟三胞胎 可是安全度大差很多 雙胞胎比三胞胎大很多 對 好 那我們今天看了這麼多的故事 我們也知道說 這些這個 要懷孕的這些個案 真的是要走過一段很辛苦的歷程 對 不過他們都已經成功了 那藉由這些成功的經驗 分享給觀眾朋友 那節目最後一點時間 我們請蔡醫師來幫我們做個結論 祝我們寶寶得來不易 當然在這個過程 有心酸 有淚水 有不為人知的壓力 有時候這種壓力來自於公公婆婆 或者是辦公室的同仁他懷孕生下來 很高興你在角落一邊哭泣 所以沒關係 只要你找對醫院找對醫師 要成功其實不難 也祝你2009年牛年行大運 心想事成 是 那在這邊呢 同時也感謝觀眾朋友的收看 下個禮拜同一時間繼續鎖定 祝您好久的節目 我們再會 各位敬愛的朋友們大家好 各位敬愛的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博言副產科蔡翁博院長 在這一個歲目十分 在此向你拜個年 祝你聖誕佳節愉快 新年新氣象 牛年大吉大利 新的一年是嶄新的開始 一切充滿著希望 一切充滿了無限的憧憬 祝你明年每一個夢想都成真 祝你全家和樂融融 祝你身體永遠健康 祝你平平安安 睡睡夜夜 日日明明 是的我們可以 我們可以 我們可以 我們喜歡的 前面 說明 你會記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